非常的熟悉 每一次成为表帅 一定简报资料提前三到四个月 现在提前到三到四个月有三个人的 一个是雪域 一个是鼠满 一个是鱼汝 热烈掌声 提早就冲前 今天是访频历险记 所以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感恩美云老师 敬爱的上人常驻师傅 现场和线上所有的家人 大家好 今天那里足迹带大家来到了 2023年1月15号到1月21 上人行脚到台北 为新发誓的菩萨们受证 在开示的当中 上人提到了慈祭早期 做慈善的艰辛 一辆访频的巴士 陷入在花莲溪的河床当中 这是非常经典的画面 这是上人亲自拍下的照片 代表着什么 代表着慈祭早期 做慈善的写实经历 所以今天的主题 访频历险记 佛教课难慈祭功德会 成立于1966年 从慈善来起步 然后从台湾的后山花莲来开始 上人秉着为佛教 为众生的理念 带着委员深入社会的暗角 亲耳亲眼亲手亲角 访世并平 而且是关怀苦难的人 在台湾60年前 我们的台湾的降雨量 有分风水期 还有枯水期 那就是在夏天的时候 雨水比较多的时候 河川的水位它会上涨 然后到这个冬天的时候 因为雨水比较少 所以河川的水位 会慢慢地下降 上人在6月的时候 曾经接到一个个案 这个个案叫做 黄阿物子孙 他是住在花莲溪的对岸 而该村的村民他们进出都必须要靠船支 然后这个船呢 其实就是独木舟 只靠着一条绳索 接连着两端 然后随着湍急的水流 冲向对岸 其实是十分惊险的 所以仿平历险记就此展开 我们来恭听上人的开始 就用那个狗帘 对这个村的 这样给它搞掉了 现在这边的人 如果要过去 这些桌子把它放开 人家坐起来 就那个水水 人家坐在那个村的地方 这样涂下去 这样呢 那个村啊 水就这样把它撒坏 撒到那边去 到那边的人路了 要村已经给它砍了呢 那快在这边这边 把它掛掉了 村才没跑去 那边的人 如果要过来 要怎么 一定这边的人 有人过去 那边的人 才还可以过来 以前那个固案 就是 因为八十多岁 阿公过这个 正身边的 女儿 阿公拍拼 所以这个固案 报来给我们 那个时候的固案 都我亲自在调查的固案 所以我坐这只桌 这样过去 你们知道我有生存病 那种羊羊的大戏 水还很差劳 这样 坐那一代 都没看到什么 只看到一片 当中的大水 所以每一会 如果去 看说 刚才一个国家 在大水栽 我就头下 就扶现到 坐在纯顶上 因为都总是羊羊 这个大江的大水 如果看到那个画面 我都会去想到那 我也跟大家坦白说 我好怕哦 本来我就是 很怕过吊桥 也很怕了 这种 坐大船 所以 那个时候真的很怕 好 感恩 感恩上人开始 即便上人 有先天的心脏病 即便他害怕坐船 走吊桥 但是 就像无量一经 告诉我们的 悲悯众生不顾及 上人接到个案 他就把握因缘 并没有等到枯水期 或者是河船的水位 比较低的时候 才去访平 所以他这一个个案 他是坐的渡船 去访平的 后来慈激的慈善脚步 扩大了 我们开始有了半年 一次的复查的制度 所以呢 上人都会带着委员 搭乘游览车 从花莲出发 然后往南走 通常都是进行两天 然后六十几个个案的复查 上人在游览车上 都会勉励所有的委员 一定要以观世音菩萨为念 然后行文身就苦的精神 同时在游览车上 上人也会聆听 各个委员去报告 他们所关怀的个案的进度 1970年的12月 又是碰到了半年一次的 全台的复查 的这一个 就是个案的复查 然后呢 第一站非常的顺利 第二站就来到了这个凤林 就是要去拜访这个黄阿武祖孙 但是呢 12月其实是枯水期了 河船的水位已经都很低了 那上人跟委员呢就决定说 那他们就涉水到对岸去就好了 但是那一个时候 又是台风要来的前夕 所以已经开始下雨了 那游览车司机呢就非常的好心 游览车司机又不忍上人 也不忍委员呢 在这个寒风冷水中这样涉水过去 所以呢游览车司机呢 他当下做了一个决定 什么的决定呢 仿平立险计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他说喔 他说喔 我想喔 虽然看到架水这样在楼 我用车来把它探望 可以的喔 我们就开过去了 我来找一个 车车的地方 车又开呢 开车车车的当年 不是我们那时候过准的地方 他说喔 看起来的车和那里 照我的经验应该 是有车车啦 诶 不要车车 下了车要带 一下车接下来 躺在那滴滴滴的胖 越胖越沉下去 车帘在那里 越胖越沉 要怎样 有人骑摩托车 骑摩托车 你如果这样不行 风鯛在那里 水比较大的那台车就流去 越说越骑 感恩善人的开始 所以游览车在这河床中 其实行驶到一点点的路 就整个陷在邻里当中动弹不得 所以才会有在车上所有的人下车 然后合力推车的这张照片 上人就当下拍下了这张照片 那非常感恩的就是 有一位非常好心的这一个摩托车司机 他看到这个情形 他就赶快到附近的农田 希望能够找到 可以帮忙来拉这一个游览车的 那时候叫做剃瓜车 就是搬农作物的搬运车 可是游览车太重了 他找了两台的铁牛车 还是没办法把这个游览车拉上来 后来呢 这个摩托车司机呢 他又非常的慈悲 他又骑得比较远的地方 终于找到了一台挖土机 那我们知道挖土机的行径 是非常缓慢的 然后这台挖土机呢 当这个挖土机呢 慢慢慢慢开到这个现场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六点多了 表示说我们的上人 还有这一些慈激委员呢 在寒风冷水中 其实等了三四个小时 所以慈激这五十八年来 不论是在风雨中 或者是在困境里 我们总是难行冷行 然后或许在不同的时间 不同的空间 但是我们都有着相同的行动 有着相同的意念 例如在2016年12月25日 慈激之工到约旦的难民营去 驿诊去做发放的时候 同样的情形 大队人马的巴士车 因为下雨过后 也陷入了泥泥当中 然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照片呢 有这个检手性院长 还有林俊龙执行长 他们就是下车 然后跟着慈激委员 一起来推这个车 佛心诗字 访评其实是慈激置业的慈善的基本工作 那我们要做的就是 为慈激来推一把力 男行能行 男忍能忍 这一个访评历险记的这整个过程 还有这一张照片 其实不仅为时代做见证 也为慈激立了金帐 更重要的是 为人间留下重要的历史 更宝贵的是 他把慈激魂 还有慈激的这一个DNA 会如实呈现的在世界当中 所以呢 师父如誓愿 我们如誓行 佛心诗字 信寿奉行 一脉相传 我是丁学毅 我在高雄县上读书会的主场 代表导图团队感恩您 祝福您 好 非常的感恩 其实啊 真的我们非常感恩 就是我们的导图团队的窗口 就是学毅 那学毅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典范 就是任何一个资料 对他来讲他都急速处理 你一定觉得他很闲 对不对 他其实是很忙的 后来我才知道说 他又去我们的慈大中医呢 这个部分去当慈成义德 所以就觉得 怎么每一件事情都有他 然后每一件事情都是提早完成 可是也就是因为他这样提早 带动我们的导读团队 那上个星期呢本来是他导读 可是因为有另外一场重要的企业共赛要主持 所以呢 临时就我们的美国的随经就上证了 那为什么可以这样临时的上证 是因为我们随时都准备 它的带动让所有的导族人提前 不是我们说三个礼拜前 但是现在慢慢都是一个月两个月前 甚至三个月前 我们一直讲提前就从容 然后在这边还是因为有辞议会来 所以我们还是要讲一下 像他来讲 他是来这边五十岁对不对的时候 才开始 开始学做简报 才开始学做简报 所以制作人你觉得 我可以为了制作人比较早进来 制作人有没有觉得他简报做得不错 非常棒你看 可是制作人我那时候很狠 他那时候连续第一次做简报 我一下子退他三次 他已经退到都没有 就很想要放弃了 可是他还是坚持下来 所以我们真的 横辞就能遇见更好的自己 在学育的身上 然后同时间他是英文的 跟我们今天的男主角一样 他们都是英语方面的 所以一下子要中打 是用一只手指头打 可是现在已经是很能打中文字了 所以每一个人都从不会到会 本来不会学的 就会样样学会增长智慧 所以横辞就会遇见更好的自己 我们的学育也是一个典范 热烈的掌声再次感恩 感恩感恩美老师感恩大家 好的 好